今天這個短片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有關於這種靜態的 這種靜態照片其實你如果把它拉進來是蠻無聊 就像這樣 你可能就這樣 生硬不動對不對 但是他早期的版本你如果來這個你要先點 點在這個軌道然後再點這個照片 你如果早期來到這裡然後點這個動畫點這個入場 然後在這裡做 再去做出場 其實很麻煩 而且不好用很沒效率 那我最近發現他這個組合其實還蠻不錯 組合了這個部分可以讓你的 靜態照片變得更有質量 變得更有動感 其實做影片就是這樣 他一直要讓你原本比較樸實無法比較靜態的 這種圖片變得比較有動感 那我就點幾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真的蠻推薦大家用 來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我們把它放大 到這樣至中 然後可以先調節一下美食的顏色這邊 你可以調紅潤一點 然後高光低一點 陰影高一點 對比 對比可以高一點 好就這樣好了 很簡單的調整 然後呢你只要點這一個地方 點動畫 點組合 他這裡有很多可以讓你去試 然後變得很有動感 那不EIP的部分你就不要去按 因為這個就是要付費才能夠導出 那你可以去嘗試這一些 他甚至還有這種3D立體的運算 還蠻不錯 這你們可以一個一個去玩看看 真的蠻推薦大家來用 像以前這種轉場其實蠻累的 那你就可以全部用這種 轉場 這個還是要一個一個用 好那這個很簡單喔 就是 這樣子點過來 主要是你要找得到這個東西在哪裡 這其實是蠻 好用的一個小工具 小功能 但是卻可以帶給你 蠻不錯的這種 靜態照片的動感效果 好那這個短片就跟大家簡短的介紹到這邊了 如果你有用剪印要帶入一些 圖片的話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 提升自己的 影片動感跟質感 好 好 感谢观看